现年34岁的韩国女星居慧善与32岁的男星安宰贤原本爱得如胶似妻 不过8月中居慧善突然自爆安宰贤想跟他离婚之后 两人的关系就像做了云霄飞车般跌入了谷底 而有关两人离婚的前因后果 事后也像狗血连续剧般被申巴 搞到安宰贤要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经过一连串的互相伤害之后 大家都认定聚慧善跟安宰贤除了不爱还多了一重恨 但聚慧善仍然不想与安宰贤离婚 两人的离婚闹剧究竟还要狗血到什么时候 至今还没有最后定论 而上月底透露要入院做割西幼手术的聚慧善 上周五透过社交账号公开红唇自拍照 表示自己已经出院 而曾于本月二日上载最后的问候 暗示要暂时隐退的他 最新通过社交账号分享了多张自拍照 包括爱犬土豆的照片 以及他的自拍照 聚会上更留言 重新开始 难道是暗示跟安宰贤的离婚已经成立了 不过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离婚风波 聚会上的人设真的是完全崩溃 哪怕他看上去依旧文清 但多一根歇斯底里的性格 任何一个男生都应该受不了 要重新开始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难 三回视频 娱乐报报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